看到田丹患得坏尸的表情 秦晨目光平静 淡漠道 阁下只是小小的成卫署队长 有什么值得本少欺骗的 说能治疗你身上问题 自然能治疗 难道本少能从你身上 骗的什么好处吗 哼 这可不一定 田丹冷哼一声 这时呢 他终于冷静了 秦晨这样人他见得多了 很多人到了黑牢 为了抓住生机 什么话都敢说 其实也只是为了求生 难保面前这小子这么说 也是为了让自己网开一面 获得一丝生机而已 你说你能治我身上的病 我如何能信你啊 田丹沉声道 死死地盯着秦晨 归根结底一句话 怎么才能相信 对方不是诃骗自己 听到田丹的话 秦晨突然笑了 哼 怎么才能信我 田队长个田队长 你恐怕还是不清楚 本少的身份 哼哼 你可以去丹阁打听打听 我秦晨是什么人 连丹阁阁主都要尊称 我一声大师 我用得着骗你吗 实话告诉你 本少今天来成位数 只是为了不让丹阁为难 到最后 你成位数还会乖乖把本少送回去 那耿德元之所以把本少送来这儿 就是想借你的手把本少驱打成招 所以啊 本少先前才会劝你不要惹祸赏身 你还真以为本少要求着你吗 你若不信 把本少投到黑牢里吧 本少忙得很 懒得跟你废话 冷哼一声 秦晨面露不屑 看见秦晨的表情 田丹系里磨得一惊 丹阁阁主都要尊称他为大师 真的假的呀 你们两个 过来一下 心下怀疑 田丹一挥手 瞬间把两名手下叫到耳边 暗中吩咐几句 两名成位军点了点头 看了秦晨一眼 急急忙忙跑了 也不知去哪了 哼 不管你所说是真是假 本队长看你还比较老实 先不把你押入黑牢了 等本队长看过你卷宗再说 一声冷哼 田丹把秦晨押到一个单独的房间 暂时勘押起来 而他自己呢 就守在门口亲自勘押秦晨 秦晨也不着急 无视门口田丹 就在房里慢悠悠地盘膝而坐 竟然闭目修炼起来 他知道 田丹定然调查自己去了 等清楚自己的身份之后 不信他不改变态度 半个时辰之后 田丹派出的两名成位军 急匆匆回来了 两人看了眼房中秦晨 一脸的惊容 而后他们到田丹耳边 低声说了起来 什么 田丹表情越来越震惊 也越来越惊讶 到了最后 充满骇然地看着秦晨 这两名成位军不是去了别处 正是听从田丹命令 去丹阁打探秦晨消息去了 今日白天 秦晨在丹阁闯入疑难石壁的消息 何等轰动啊 别说丹阁了 几乎半个皇城都是有所听闻 现在刻意打听之下 如何能打听不到啊 两名成位军清楚地打听到 丹阁阁主卓清风 在秦晨闯完疑难石壁后 对秦晨是何等的恭敬 甚至呢 为了讨好秦晨 直接废了一名丹阁实权长老 并把其打入执法堂调查 这是什么行为啊 而且 他们俩打听到一消息 那就是 丹阁许伯长老之前 似乎生了一场重病 这个月来 越来越严重 甚至快陨落了 整个皇城裂药师和医师 都是束手无策 诶 但秦晨来了 略施医术 把许伯身上伤势治愈了 从卧病在床 到生龙活虎 就只花了小半天 现在呢 许伯长老已经被任命为 丹阁副阁主了 而且有传闻 许伯长老身上病情呢 不是什么病 而是金元长老 吓得一种上骨剧毒 这才无所一 这些消息传到田丹耳中 让他瞬间是震惊无比 哎呀 耿统领还真是害我呀 浑身一震 田丹背后冒出了一身汗 还好没把秦晨 直接打入黑牢啊 这丹阁阁主都要尊称大师 这样的人物 别说秦晨能治他身上病了 就算是不能治 他也不敢得罪呀 这要让丹阁知道了 那还了得了 哎 快快快 快给我打开牢门 一声怒吓 田丹慌忙地走进来 睁开眼睛 秦晨不等田丹说话 淡淡地说道 田队长 本少的卷宗看完了 看完了 把本少压到黑牢里吧 本少可是听说 黑牢有不少穷凶极恶的歹徒 本少还真想见识见识 一直待在这儿 怪冷清的 普通一声 听到这话 田丹双腿一软 都快跪下了 脸上尴尬地露出一丝笑容 田丹谄媚道 哎 秦大师 你这说什么话呀 在没有给您定罪之前 在下岂会把你投入黑牢那种地方 这是对大师您的亵渎 是对皇城律法的浸透 田丹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说道 把秦辰扔到众刑区 开玩笑 打死他也不敢呢 他不知道耿副统领 为什么得罪丹阁 最后把秦辰压了过来 但想来呢 其中肯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交易 如果说秦辰没什么背景 卖耿德元一个面子 那也就卖了 可现在知道秦辰 是连丹阁阁主 都得尊称为大师的人之后 田丹岂敢对秦辰 有什么想法呀 如果耿副统领 把秦辰一棒子打死了 那倒是挺好的 如果最后没定罪成功 放了 那自己还有好果子吃吗 尽管说丹阁管不了 他们成为输 可这种完全没好处的得罪人 那根本是做死 看到田丹脸上谄媚的笑 秦辰马上知道 对方肯定是打听到自己情况 所以改变态度了 但脸上嘛 仍然装作一副糊涂 疑惑他 田队长 之前你的说法 不是这样的 啊 田丹一脸尴尬 玄机义正言辞 秦大师 之前在下没看过大师的卷宗 以为大师是一个穷凶极恶之徒 自然的严加惩戒 可先前呢 在下看了一下秦大师卷宗 发现其中疑点颇多呀 不能以犯人的态度对待大师你 此时此刻 田丹连大师都称呼上了 正义凛然的 我们成位数执行王朝律法 代表的是王朝的脸面 我岂能在真想没弄清之前 胡乱给人定罪呢 一边说 田丹一边瞪了旁边两人一眼 怒道 哎 你们俩 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秦大师松绑呢 真是的 一点眼力气都没有 秦大师还没定罪呢 就绑成这样 合适吗 田丹怒气农冲 旁边两名常卫军吓了一跳 吃惊地看着田丹 松绑啊 他们俩虽然知道秦臣是丹阁贵客 可同样也知道 就是这个丹阁所谓的大师 不久前带人灭了冯家 整个冯家高手一个不剩啊 港副统领恐怕也是担心对方动手 所以才把此人用锁着练锁了 一旦松绑了 真动起手来 谁能治得住他呀 呃 队长 这个 这个似乎不好吧 管委队长可是说了 这案子 耿副统领关注着 特意交代了 耿副统领 田丹眼珠子一瞪 怎么着 你们俩莫不是以为 管委那小子 背后靠上了耿副统领 本队长就怕他不成 这里是黑牢 是我田丹的地方 本队长想怎么管理 就怎么管理 不用管他管委说什么 就算耿德元站在我面前 本队长也丝毫不鸟他 赶紧给大师送保 一脚踹在两人屁股上 田丹怒气冲冲的 哎 反了天了 这俩人还不听命令了 是是是 两人面容苦涩 急忙上前 开始解秦臣身上的锁真令 所谓县官不如县管 他们虽然对秦臣极为敬畏 但是呢 耿统领的命令 同样也是不敢违背呀 不过 他们毕竟是田丹带的兵 田丹是他们顶头上司 对田丹命令 他们自然不敢违背的 小心翼翼 把秦臣身上的锁真令解了 俩人立刻吓得躲到了一边 来来来 秦大使 坐坐坐 这边坐 田丹一边把秦臣拉到座椅上 一边对两人怒骂道 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呢 准备点茶水 把本队长上好的雪山风茶叶拿来 一个一个的 都属猪的吧 田丹是快气炸了 这俩家伙 平素理看起来 他们还比较机灵 怎么今天这么不灵光呢 很快 热乎乎的茶水端了上来 秦臣全身松绑 被安排到了座位上 田丹队长 你就不怕我逃跑吗 秦臣喝了口茶 淡笑道 逃跑 田丹一摇头 哎呀 秦大使你说笑了 大使刚才可是说了 您是怕耽搁难做 故意被逮到庚位属的 要不了多久就能离开了 别人这么说 我滋挡他吹牛 哎 但大使你这么说 田某几会不信呢 呵呵 秦臣笑了一下 不置可否 呃 秦大使 您看我这茶叶 怎么样啊 田丹姐秦臣不说话 小心翼翼看了过来 还行 秦臣点下头 踏实没想到 在这黑老里 还能喝到如此不错的茶 哎 秦大使满意那就好 田丹搓了搓手 而后带着几分请求 看了过来 呃 那个那个啥呀 秦大使 您刚才说我身上的问题 秦臣淡淡瞥了眼 你放心吧 既然说过你身上的病我能治 自然不会骗你 哦 陈上 那我身上 哼 不知田队长身上血脉 是什么属性呢 如果我没猜错 田队长应该半年前 刚刚提升过血脉吧 秦臣问他 哦 你怎么知道呢 田丹震惊了 我不但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 田队长用来提升血脉的血兽 应该是五阶幽冥暴 听完秦臣说这话 田丹吓得豁然站起 屁股后面凳子瞬间倒地 整个人惊得眼珠子凳出来 一脸的骇然 秦臣看出他的症状 他并不惊讶 毕竟一名强大的裂药师 能够通过一个人的表象 推断其身体的问题 但秦臣能一下看出 他在多长时间前 提升过血脉 并且能看出 提升血脉吸收的血精 这就让田丹不得不害人了 这简直是神了 其实呢 田队长你身上问题 应该是这 幽冥暴的血精引起的 田丹震惊道 怎么可能啊 他提升血脉品级 乃是通过血脉圣地进行的 而且极其符合 他自身的血脉属性 怎么可能出问题呢 顿时咒眉道 难道是我吸收的血精有问题 可如果血精真有问题 血脉圣地的血脉诗 岂会看不出来呢 他们也没说什么呀 那是他们无知 而且太过古板 秦臣摇头道 田丹是无语了 给他提升无品血脉的 估计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好像还是什么 血脉圣地的一个管师 身份地位极高啊 居然被秦臣说成无知了 哦 那在下吸收的血精 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田丹疑惑道 如果不是秦臣 一语道破他身上的问题 他肯定觉得 此人根本就是骗子 其实呢 你吸收的血精本身没问题 血脉时操作也没问题 而是你个人自身的问题 秦臣说道 哦 自身的问题啊 没错 秦臣淡淡一笑 接着说道 你修炼的功法 应该是急活属性的 所以你的脾气 一向有些暴躁 而你的血脉 偏偏属于阴属性的 这两者之间 本身并不融洽 不过呢 这也没什么 血脉拥有极强的容错性 哪怕拥有寒冰血脉的武者 也未必不能修炼火属性功法 说不定 还能独创出 冰火属性的功机 但问题出在 你之前提升血脉 所吸收的血精上 你所吸收的二三品血精 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但你血脉突破四品时 吸收的血精 应该是四阶铁爪兽的血精 铁爪兽脾气暴力 防御惊人 而且攻击狂暴 是玄疾血兽中 比较可怕的一种 但它属性嘛 具体来说 属于钢筋属性 而你血脉突破五品时 吸收的偏偏是 幽冥豹的血精 幽冥豹 行动矫健 气质幽冷 为乙目属性 五行之中 耕筋刻乙目 你的血脉同时承受 两种血精的力量 自然会产生冲突 但是呢 这也并非是无解的 血脉圣地一般 给人提升血脉时 都会检测血脉属性 也有预防的手段 即便是羹筋搭配乙目 也并非一定不行 但它们最关键的 是没算进你的职业 哦 我 我的职业 天单一愣 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 没错 就是你的职业 情晨淡淡的 承卫军虽然不是 什么特殊职业 但你偏偏是承卫署中 守卫黑牢的队长 黑牢是承卫署 关押死球的地方 这里任何一处的空气中 都充斥着绝望 暴力和淡淡的死气 普通人接触十天半个月 没什么关系 但你常年铸扎于此 经年累月接受这种气息 会使你身体中 自然而然的 凝聚一股普通人 看不出来的阴煞死气 这阴煞死气呢 和你身上相克的血精属性 以及所修炼功法结合起来 便如同引爆了炸药桶 让你的身体瞬间恶化了 啊 田单面露骇然 他没想到自己身上问题 竟然这么复杂 田单身旁两名乘卫军 此时对望一眼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想到秦臣所说的阴煞死气 两人只感觉浑身毛毛的 肾得慌啊 毕竟他们常年在黑牢里工作 不会 不会也沾染什么不干净的吧 田单颤抖道 秦大师 那如何才能解决呢 想解决其实很简单 我这里先给你开一张方子 你按照我方子抓药 服用半个月 自然会把一煞死气去除了 当真啊 田单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我有骗你的必要吗 秦臣淡淡一笑 说道 拿纸笔来 田单马上动手准备了纸笔 恭恭敬敬摆在秦臣面前 秦臣倒也不含糊 直接写了一个方子 就是这个方子 你抓了药之后 不需要请猎药师炼制 直接在一块熬成枝气壳 等枝叶熬出来 直接吞服 不仅仅是你 包括他们两个 所有在黑牢里的成卫军 都可以服用这个药方 驱除体内的阴煞死气 田单下意识接过药方 顿时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他忍不住喃喃的 我身上的病 服用这些药汁就行了 他心下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不是他不信秦臣吧 而是这治疗过程 太简单了呀 哪有那么容易呀 秦臣又笑一下 这药方呢 只是把你身上阴煞死气去除了 但你身上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 仅仅去除阴煞死气 并不能治本 我这里还有一套练气的方法 分为上下两篇 你先按照我功法的上篇 练一个星期 再按下篇 再练一个星期 这才能痊愈 不过呢 就算你痊愈了 以后提升血脉 也要注意了 不可以再吸收跟之前的血精 冲突的血精了 以免再度复发 这一转练气方法上篇呢 我现在传给你 而下篇 等过段日子 你再跟我要吧 秦臣话音一落 直接把一段练气方法 传入田丹的脑海 优优独播剧场